我今天有些事要做,所以來到深圳 快快去看看這輛車 我現在是第一次見 這輛車除了有多少套裝 去看,和大家一起看看 我們來到這輛車 我們看看,真的有很多人 很多內地的車迷、消費者來看車 現場其實有四輛車 大家看到四輛車已經有很多不同的消費者在看 前載車 剛來的時候,我們也看到有人試車 那位女士應該是賣的 我看到立即賣貴位 應該要付款 那麼多人正在看車 我們先看看其他產品 我們來到周邊產品 我們去到不同的show room 我都叫不同的show room 我第一次見到show room 很特別,其實它有中控屏物理按鍵 這是給甚麼呢 它告訴你,其實是中控屏下 可以自己加上去 譬如我們經常不喜歡,經常只有觸控 譬如我加個實體鍵給你 然後自己插上去用 即是很手機的背景 有甚麼按鍵在裡面呢 我們先看看 我們看到temperature 看到吹風風向 風力大小 然後是auto 然後是吹車窗 然後是同步前後的 然後這個看不到甚麼 這個就是冷氣、AC 這個都是temperature 溫度的 都算人性化 要不要讓你再加上去 好過得到這個 很多地方都有趣 譬如說,你還有車載K 過麥克風 在車內唱K 都可以沒有難度 大家想高高兩高的車道 譬如說,大家回到內地探親 都可以 但下面還有一些特別 你看一下,有鐘和溫度計 這個有趣,這是智能雙標盤 可以立即加上去看到時間和時速公里數 這個不錯 它放在這裏,挺有趣的 這些物理件,我覺得有少許人才放在這裏 其實我看了很多內地的車 其實都沒有那麼多 手機架,小米一定是手機架 這個不能輸,手機架 好,接著就是氣氛燈 你自己加上自己貼 自己貼氣氛燈 這個是左邊 後面有沒有一個展示圖 有,有,中控屏幕 可以兩邊 都是中控屏幕的兩邊 好,這個我們看實物 這些藍牙喇叭 這裏很漂亮 不過它設計是挺漂亮的 這裏真是當作用作用作用 那一塊呢? 哪一塊? 上面這塊呢? 這塊 這塊,這塊 電筒 強光手電筒 可能是晚上 怕你晚上看不到東西 氣氛是否香氛 對,這個香氛 是不是香氛? 這個是香氛 香氛機 好像是在底部有香氛機 你就可以安裝上去 哦 我們一會兒看車子就知道了 這個就是Walky Walky 旁邊是杯 這個杯 這個杯挺漂亮的 這個杯是英俊的 我們給大家看看 這個杯 下面 這個實體 這個實體 可以插上去中號屏幕的 是 中號屏幕的這個位置 我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溫度 風向 風速 自動 吹車窗 填窗 填窗 然後同步前後 然後墮循環 看到有螺絲都要安裝 對 應該要安裝 都是要上去的 插上去之後 最後要上去螺絲 穩陣一點 是 OK的 剛才是杯 繼續看一看杯 這個就是杯 對 這個像 蜜鏡 哈哈 但這杯挺帥 這杯 還有很多顏色 這些杯都有 瓷杯都有 小米的杯 冷帽 不知道為何要冷帽 不知道為何要冷帽 你會否用 我不會 接著還有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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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看下面 下面是甚麼 這是甚麼 這麼大抽 大家是否猜到甚麼 我都猜不到 這是充電線 有可能是 看看是嗎 是充電器 充電器 充電器 這條 Cable 和 10 套 會規矩的拖板 小米 Su7 定位是純電轎跑 車長 4.9 米 闊 1.9 米 高 1.4 米 軸距 3,000 米 屬中型轎車 外觀自公佈以來都廣受熱議 車頭低趴,整體設計流線 已做出 0.195cd 的低封阻係數 採用隱藏式手把,左右側鏡設計亦簡介 Su7 會有三個版本推出 標準版,Pro 和 Max 標準和Pro 都是單馬達後驅 續航力分別是 700 和 830 公里 車價分別是 21.59 萬人民幣 和 24.59 萬人民幣 Max 版是雙馬達四驅,續航力有 800 公里 未亦可以升高和降低 可以在車內的中旋位用實體鍵調校 至於車價是 29.9 萬人民幣 作為參考,Model 3 在中國的車價是 24.59 萬人民幣起 所以 Su7 確實是看來打 至於很多人關注的智能輔助駕駛 亦是這輛車的主要賣點 例如單體智能泊車 官方說支援超過 200 種車位 完成率超過 95% SU7 其實有三個版本 大家記得,現在它展出的極字版 大家看到它的數字非常強大 馬力有 673 匹 扭力最高有 838 Nm 0-100 公里加速 2.78 秒 風速器數得非常低 0.195 馬上車 先試給大家看 我也是剛來的 等一會,我都先上來 先按鈴鐺上去,我們兩人和大家慢慢在這裡說 好,上來吧 我們自拍 好,因為這樣可以不太吵 好,我第一次就上來這輛車 首先說一下整個車的內容設計的感覺 因為我之前都是看影片 我看影片就覺得不太好看 但現在看實物又有另一個感覺 實物其實不差 整個設計 當然大家可能覺得這輛車的軚盤和這輛車 剛才我和大家聊天時有點像墨仔 大家覺得是否有點像墨仔 我一來上來就像墨仔 但我不知道它的螢幕能否轉 因為我們看影片就好像可以轉 現在我們不太曉得它能否按到它轉 但它轉是有聲音的 有個性化意、Comfort、Sports 還有三角圖 譬如你顯示動力是多少 有六角圖給你看看 對,摸索的感覺是中矩中矩 這個也是用木紋 你問我是否用料很上升 老實地回答,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是正常的 就回到車價來說,我覺得是正常的 可以收貨的,二十多萬來講 我是收貨的 但你問我它是否是走豪華路線 絕對不是 感覺上看起來好像走豪華路線 但其實沒想到它的紋料就不像 未去到我們經常說 這個拉爬皮、那個拉爬皮 其他東西都給你了 跟我們平常看見的中控屏幕 這個很漂亮,這個中控屏幕 也挺快的 還有冷氣介面 還有車內的PM 它的介面設計和手機差不多 都是比較簡潔的路線 都是用屏幕來調控風位 然後我看到油和力度 哇,這麼瘋狂的 我馬上按十幾度 幸好它有冷凍 現在我涼涼的 現在都是冷凍 好像冷凍都是 大家看到,這個就是坐雨 冷凍、暖凍 沒有暖凍 可以調校三架,風力也是 對,後面可以 你覺得坐在的感覺如何? 我覺得它偏向跑車一點 真的有運動感 因為始終你見到 這些不是Alcantara,亦不是Gampe 應該是纖維物料 加上木紋 都是類似環保,然後再加上運動的感覺 剛才我們見到有一個香噴機 這裡會有一個香噴機 剛才這兩個位置用來放香噴機 所以剛才它可以額外購買香噴機 你跟我說這些位置會否運動 有些人已經問我,昨天我出完影片後 椅子會否摺摺? 下車是會適合到那些位置 但你不能避免,因為始終要有少許包裹感 像我這樣,這些肥仔身形 是有少許包裹感 你看到嗎? 對,看到了 沒錯 剛才我們看到Gessery 在中控屏幕下可以加上實體件 可以調校冷氣溫度 但其實不想太麻煩 在杯架旁邊都已經可以調校 可以調校溫度和風力 但另一件事要跟大家說 它的無線充電,最大火數是50WM 另外,雷軍說若你是Apple 的用家 完全可以不用擔心 因為整部SU-Check 完全是Apple IOS 的生態 Friendly 我不知如何 Friendly 化 如果我們可以嘗試到詳細的話,我告訴大家 有黑色模式,深夜模式 深夜模式就是這樣 日頭模式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自動,有黑有夜 標板屏幕可以亮度,可以讓它是自己 時間控制,24小時這些正常 我找不到它是否可以轉 或是關車時會有呢? 設備呢? 這裡有一個智能冰箱 這裡有制冷的 可以制熱,亦可以制冷的 好,先走回看 哇,系統安全服務 又是一樣,看見有幾個軚氣 車內溫度,射車模式 射車模式 這些是很正常的,攤壓 但Mule 版是看不到的 會不會是開車的才會有呢? 其實我又不會 我們試試關掉它 對了,試試多次 好,來準備 好,3,2,1 不是我按的 它是有人下車 好,再來,關掉 3,2 可以說了 這個好像墨仔那樣的 開 我記得這個螢幕是會動的 這個螢幕,所以原來要關掉螢幕 關掉螢幕才開車 這樣它便會動了 對 所以我說為何會像墨仔的 麥拿倫的螢幕 整體來說,它都算合理的 窗掣 開門掣 對 很合理的 但是它是降水的,關門 聽聲都不錯的 好,來到後座 我第一樣發現 它的地台沒有平時試電動車那麼低 它是高了的 可能因為這部車本身也是跑車底 所以我不知道是甚麼原因 所以大家看到我現在坐在這裏 我的腳是屈曲的 好,那個墊也不太長 所以我伸直了 都是這樣,大家看到會留空間 還有我的腳 雙腳是不能完全放在左下方的 會頂住一點 就是這樣 還有,這裏就是所謂的拓展 它有一個口,它應該可以給你加螢幕 還有就是,手枕這裏亦有兩個杯架 我覺得做得不太美觀 可以藏起來 或者我覺得不美觀 即是彈出來的話 對,彈出來會更漂亮 對,我昨天沒有說到 因為我只有我一個人和太多人了 就是剛才你所說的,它的地台是高一點 還有一樣,我覺得後座 你說它包裹又不是很包裹 是差一點,但是看到前面的椅子就很漂亮 對,但是沒有雜誌位、手機位 你有沒有發覺沒有地方放手機 對,完全沒有 但是有USB 充在這裏 但是沒有地方放手機 我覺得是一個不太 user friendly 它不能調校溫度 即是有風口位,但不能調校溫度 對,沒錯 這個Type-C 對 有的,如果硬放,這裏叫放手機 可以 但是不要這樣,下次也會嚇死我了 來到車尾,當然要看看車尾箱 它的按鈕是在這裏,要按的 我沒有實際數字 但我想目測,其實深度是足夠的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深度是足夠的 當然它是淺層 但其實下面還有一個挺大的浴缸位 所以擺放的空間我覺得比我想像中好 它的深度像寶馬3系 深度像寶馬3系 你預計是這樣的深度 它還有一個電源插頭 12V的電源插頭 好了,打了車尾箱 其實它的儲物空間也不錯,很深 是的,我昨天也看 這個不錯 我覺得它可以跟Tesla比較一下 但它沒有那麼深 它是闊了 Tesla是深再深一點 在這裏寫著 它現在這個版本是有 220幾公升 4.5 Nm 的版本 這個很大 這個很驚喜 它的儲物空間是比較中中好 來的Soul Room 當然它會展示給大家看 它有多少車身的顏色 大家暫時看到它有8種顏色 在這裏 橄欖綠 剛才我們試看 一開波 令到我最刺激的顏色 就是橄欖綠 還有其他顏色 內籠的顏色都可以選擇 我個人認為銀河灰是不錯的 當然大家應該很保守喜歡黑色 但我自己也喜歡銀河灰 另外它連Tite Link 也有三個給你選擇 而且亦都有寫著 米仔 普利斯通 Bitcherstone 米之前的米仔 但它還有寫著 Totel Link 寫著 19 吋 這是低封座的 這是運動的 這是煤花 20 吋 全部寫著給你 SU 7 在 28 號正式上市後 車確是好賣得 內地媒體更加滑 現在下訂單 MAX 版的交車時間最長要等於 27 個星期 標準和 Pro 版都要 13 和 16 個星期起跳 但內地的車迷不知是否太興奮 在武漢 31 號發生試駕意外 希望大家試駕時都引以為界、安全為上 不知道大家對於SU 7 有甚麼看法呢? 不妨留言一起討論一下 至於我會不會有試車片呢? 先在這裏賣個關子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還好 我們下支影片請 或許可気辨示 我們下支影片 先支影片 雷星 先請往每個下支影片 請大家